我是大道里的一个李明 那我在那边居住了大概快十年了 那我就是大概以一个在地人的观点 大概简单的说一下我对那边的一个看法 就是其实因为当初我们家里福德平宅 就是在因为他们现在是把他做整体规划的部分 那边其实还蛮临近 那当初在福德平宅的部分 他们是规划大概540户左右 那因为其实那时候社会局在管理上面 好像在管理维护上面 似乎没有管理的就是说那么好 所以当初对于我们那边的社区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不好的观感 或是什么 那所以我想讲的是说 今天他们就是要把它做一个 就是把容金率调高 就是说除了做老人照顾跟社会长照之外 还预计要纳入1500户的供应住宅 那这个1500户呢 其实是当初那个承办人在于说明慧的时候 是跟我们说他们预计的一个规划构想 那我想问的是说 今天要做一个老人照顾或是弱势长照的话 不是应该要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吗 应该说要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居住空间 跟一个居住环境 让他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可以拥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 而不是说我今天为了要兑现 就是他在计划书里面有提到说 本府为了兑现公民住宅政策 要增加住宅存量 那而多了1500户的人 硬把它塞进来 那我想请问 这样子做所谓的就是社会福利还有意义吗 这样子会变成说 反而是加重这个地方的环境负荷 反而没有办法提升 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好像做老人照顾或是弱势族群的长照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让它变得就是好像让很多年轻人 或是让很多社区愿意去投入这一块 然后跟他们去相互共存 可是它这样子让那么多人进来 反而让这个地方的一个生活品质 反而是下降的 那身为一个大学生 其实我自己本身对规划 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接触 那我是觉得这边的一个规划 就我个人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那就是我是觉得真的 它把它切割成 我觉得这一点想法都没有 因为公园变成一个这么 这么零散 那没有办法跟整个区域做互动 我会觉得说 那我今天就只是去那边 然后就是它没有办法给我一个 很明确的充分的想象 那另外对于商业区的部分 其实我也觉得说 既然计划案已经变更说 没有要挨注它的裁员需要 那我觉得是不是就变成 把它强度降为商一 就是可以作为像是 邻里性的一个商业设施使用 那就是让这边的居民 就是还有这边的一个 老人或弱势族群 可以究竟享有这边的一些商业服务 好谢谢 我们下面请刘慧如刘小姐 谢谢 谢谢观看